大家我是宝君 运动生活丢失 八仙风玉帝指命下凡调查 打开天眼一开 发现身边都是可怕的妖魔 一部集结了各路民间的国产奇幻戏剧片 先般校园二 话说人间正在举办 一年一度的生活运动会 一夜有省为首的一般妖魔 趁机搞事 拖走了象征和平与光明的生活 与之与运动员心灰意冷 赛事无法进行 此事传到天庭之后 玉帝也是 吃喝拉扎碎都难以安宁 于是派出八仙过来的八仙 某学院的地方 屡洞兵兵哥运气非常的好 刚一下完就装掉了夜有省 两人当场贴身肉薄一番 大战了没有三百个回合 胜负难分不想上下 其他几个省间流进学校 大开天眼 发现学生 都是各式各样的妖魔鬼怪 双方刚要开栈 圣火女神就溜了出来 一再强调 只有通过比赛才能得到圣火 于是一场天魔大赛 就此展开 夜有省那边的人 又是鸡汤 又是苦练的 认真的样子 和奋斗的高三学生一毛一样 而兵哥这边就要休闲几桌了 烧烤加啤酒 吃喝不停 身体补充了足够的能量 才有力气干活 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很快就到了运动会PK的那一天 哈马金玩跳高 玩到了天上 落地的一瞬间 舌头比较紧碰掉了很干 八仙对身 羽毛球比赛当中 蜘蛛精频道牵手观音一般的巧手 干巴下了八仙队的人 魔鬼对身 接着来到台球比赛的对决 牛魔王一杆神威 打了个反杀一球赢得比赛 接下来就是双人乒乓球四杀 八仙队球派都还没抓热 就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竞争的来到竭力赛时刻 双方人马各显神通 刷出了各种大招 最后的赛果是 八仙队不抵魔鬼队 之后的游泳项目 魔鬼直接派出鱼精对战 轻松拿下胜利 一轮对决项目下来 八仙队最终再是魔鬼队 赢得比赛的胜利 拿回了胜火 但是生活却怎么也点不着 就连玉帝老哥 也是毫无办法 一旁的生活女神 出境解释道 体育精神讲求的是和平与团结 想彻底领悟的话 就要看大家的智商 是否在线的 为了全人类和平与团结的希望 双方又进行了一场 干粮球友谊赛 说是说友谊 但肉身争一动起来 也是毫不手软 眼看八仙队 背对的像是少林足球队一样 兵哥踩着空气下反而来 烧出花里胡哨的魔法 带着其他弟兄 瞬间变成了仙人 拿来个八仙归为了威猛特效 而且是从天而降的 那套熟悉桥段 作为个无垠级别的练家子 兵哥那套全角功夫 耍得那是 也不太好看 又飞又跳的 动作神印不太自然流伤 一看就是刚死掉的太狠了 纯粹是动作指导的问题 在禁止使用魔法的情况下 兵哥最能快着狗爬式的销魂动作 为八仙队赢得了比赛 但是胜负并不重要 右翼精神才是长存的 双方握手言和 终于领悟到了神奥的体育精神 火炬重新被点亮 圣火女神 也再次溜出来打起了酱油 这个酱油够尽够威 比心灵鸡蛋还要滋补好几杯 先戒和魔戒 从此也和平相处 团结友爱 看完哄 我只想说 影片将八仙怪的神话传说 和现在青春校园相结合 呈现出了一个 魔幻而又爆笑的奇幻新世界 套笑之类的中规中矩 凑合之看 剧情方面 不用太多的字句形容 至于阵容 那就更没必要介绍了 打仗有了明星和名人 一手一大把 就连山寨版的周华剑 都塞了几曲 大和尚那一首经典名曲 朋友